为了配合基隆仁爱桥改建工程 自来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表示 基隆有5个区将从2月19号晚上9点起 停水23个小时 呼吁市民记得储水备用 而这一次停水范围比较广 水公司也说明原因 自来水公司配合仁爱桥的改建 预定在2月19号的晚上开始 进行新旧管的联络 那停水期间请用户关闭马达 那也请用户提早储水备用 那停水的区域包括 中正区 信义区 仁爱区 中山区 安乐区 那用户如果想知道你的停水范围 可以到我们自来水公司的官网 或者是你Google查询一下 停水查询这4个字 然后就会点出我们 台湾地区有停水区域的地图出来 那点选我们基隆地区就有详细的停水范围 停水区域的点刚好是由我们两个 新山净水厂跟暖暖净水厂 两个净水厂的送水干管的汇集地 所以这一次的停水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正在这次停水水公司表示 除了透过中加宽平吉隆走马灯宣导之外 民众也可以用手机打关键字停水查询 进入水公司的网站 从地图点选基隆市查询 就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停水详细资讯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12星沙黄 temporal 比较淑均